好這一節開始呢我們要講的就是Google的部落格使用方式 那Google的部落格使用方式很簡單 只要你有Gmail的帳號就可以使用了 那有Gmail帳號之後呢 你要直接在網址列啊直接打這個 blogger.com就可以了 Google它的它原本最早以前它是沒有部落格的 然後因為它很會去收購其他公司的服務 所以它當初就收購了這個BLOGGER這家公司 Blogger這家公司 然後就變成了Google提供的部落格服務 那到目前為止都還是免費的 而且最大好處是它裡面並沒有任何廣告 整個部落格裡面都沒有塞廣告 都沒有塞它的廣告 而且還有一個最大好處是可以去自訂網址 自訂網址也不用錢喔 當然買網址是要錢的 譬如說我去PC用買一個網址 然後我把這個網址 我自己專屬的網址套到這個 部落格裡面來喔 譬如說好像這一個 bosslin.com.tw 這個林友田博士 之前我幫他加一個部落格 然後你看這個部落格 這個其實就是Google的部落格 然後上面這邊顯示的網址其實是 bosslin.com.tw 是自己買的專屬網址喔 這個是不用 這網址是付費的沒錯 可是我們做這件事是不需要另外付費的 假設你今天在皮克邦喔 像這個皮克邦 我們用pixnet.net 假設你在皮克邦裡面去申請一個部落格的時候 那網址一定要用皮克邦的網址 那如果你想要把這網址改成你自己的網址的話也可以 可是一年要899塊 那這是最近最近不曉得 因為我很久沒login了 最近降價了 因為之前是9800塊 在我之前最剛開始製作Google部落格教材的時候 是在2012年 2012年的時候 我看皮克邦這邊還是標示 VIP資格的話 是一年9800塊才能夠套用自己專屬的網址 可是現在看到的是最新的資訊是一年 今天是2016年的2月1號 最新的資訊是這個 一年899塊 也算便宜啦 可是畢竟他比買網址還要貴 譬如說去買一個網址 在pix用買一個網址720塊 然後呢 我們要把pix用買的網址套用到這個皮克邦部落格 還要再給皮克邦899塊 然後呢 這邊有寫 假設我希望我的部落格不要有廣告的話 還要再699塊 所以等於說 那個700多網址費 我們不要算了 我們在皮克邦這邊就要花掉 將近900塊再加700塊等於1600塊 1598塊 每年要付1598塊 你就可以擁有套用自己的專屬網址 然後呢也沒有廣告 這是每年都要花1798塊 那如果你是使用那個google blog的話呢 這些錢是可以省下來的 那可是呢 我們還要站在另外一個觀點 比較客觀的來講 就是說 你有付費的 你就有權利 你有付費 你就有權利 什麼權利呢 那他不會跟你隨便關站 像那個比較可怕的是 之前的Yahoo跟無名小站 台灣最大的無名小站 部落格給你關站 那是很恐怖的事情 那一點被保障的權利都 全意都沒有 那你在皮克邦這邊 你有付費的話 我覺得這也是好事啦 你有付費至少 我們有權利使用這個網站 他既然是盈利的blog 他就不會跟你說關站就關站 他不太可能這樣做 可是Google的blog 他畢竟是不用錢 他免費的 那以後會不會被取消這個服務 我們真的不敢講 但是目前看起來是感覺不太可能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很多 Google有很多服務 跟這個Google的blog 綁在一塊 像Google analytics Google分析器啊 在這個blog裡面 他們也有買 那你不用特別去買GA碼 他就已經有 在這個Google的blog裡面 就有這個Google分析器了 那還有其他的 他們想要 Google想要賺的錢 就是你有越多的content 越多的內容 在Google身上的話 那對Google來說 他很容易去分析你的行為 很容易分析你的行為 就是現在的大數據 他知道你的興趣是什麼 他知道你喜歡買什麼東西 喜歡看什麼網頁 他都會幫你記錄起來 所以Google的blog要廢除的話 我個人覺得是不太可能 目前看起來 但是畢竟也不敢講說不會廢除 因為他們Google之前也廢除過很多 沒有賺錢的服務 而且我們沒有付半毛錢給Google 老實講是這樣子 那皮克幫呢 這個有付費的話 至少他不會說跟你關贈就關贈 所以給各位這個客觀的考量 看你是要去付費呢 使用皮克幫的 或者是要免費呢 使用Google的blog 而且皮克幫這邊還有很多廣告 當然你也是一樣可以付費 把廣告取消掉 可是在Google的blog裡面 完全都不用錢 完全都不用錢 好 那我們這一節就開始講 你怎麼去使用這個blog 那第一次呢你登錄的時候啊 你就打這個blog.com 然後 他會跳出這個畫面 你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那他會問你說 那你要建立Google Plus的個人資料 還是要建立blog的簡介 那我會建議你 如果我們是在做網路行銷的話 我們就盡量用這個 建立Google Plus 因為他的那個blog的那個內容啊 也會呈現在你的Google Plus裡面 那什麼是Google Plus 這個Google家 他很像 很像那個Facebook 當初好幾年前了 Google Plus出來的時候 他就想要打敗Facebook 可是後來還是沒辦法 但是還是有部分的人會去使用 所以 反正多一個曝光管道也好嘛 對不對 然後你就按這個 建立Google Plus資料 那在這邊去打上你自己的名字 比如說我的 我的名字 打在這邊 然後選取一下 然後生日 然後按 升級 這邊 然後 這邊是加入認識的人嘛 這個 這個就是類似Facebook 他 要去加好友的意思 那我先不要理他 先按繼續 我只是 要先建立Blog 所以其他人先不要理他 繼續 繼續 好 然後這邊去上傳一張你的個人照片 我現在先不要做這個動作 現在完成 現在完成 好 然後這邊就開始使用Blog 有沒有 點擊開始使用Blog 好就到這裡來了 那目前呢 你都還沒有任何的Blog 那你一個Blog就等於一個網站的意思 一個Blog等於一個網站 好 那這個畫面呢 有這個新增網站 好 那一個帳號 一個Gmail帳號 可以新增 100個 網站 網站就是 Blog的意思 新增網站 Blog 然後 100個網站的意思是等於 100個網站 好 100網站 像剛剛這樣子 一個網站就是一個Blog 你就是一個網站 這樣就是一個網站 所以它可以新增最多100個 等於說你一個Gmail帳號 你就可以擁有100個網站 100個網站 那 你申請一個網站的時候 我們現在直接點擊這個新增網站就可以了 新增網站 然後一開始的標題 就是這個網站的名字 譬如說 這個上面這邊有寫 林友田博士教育培訓網 這個就是標題 就是你的標題 那這個標題你要key關鍵字 你要key的關鍵字就是 人家比較容易搜尋的 對 照片 想請 這裏 遊行 文圈 這裏 有 與 那 許 這裏 讓我 福 這麼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